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人身處的地方呢 這裡沒有錯 這邊就是東京巨蛋 然後我今天來東京巨蛋要幹什麼呢 其實我之前有拍過 對 然後因為東京巨蛋就在後樂園旁邊 所以就是可以有這種 遊樂設施也可以玩 然後我今天來東京巨蛋這邊做什麼呢 今天呢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在我就是我來東京巨蛋 看棒球的一個影片 大概三年前吧 對 然後這一次呢 我來到這邊 我今天又要去看棒球 然後今天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心情就是 這一次巨人隊裡面有陽代岡 對 沒有錯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手上這邊還有一個 陽代岡之前在日本火腿的時候的隊服 對 那時候他是1號 然後他自從轉隊來到巨人隊之後呢 他現在背號是2號 為什麼是2號呢 因為1號 巨人隊的1號的球號呢 他其實已經給永久的那個王真智 因為王真智以前的背號就是1號 然後他們為了要就是要讓這個 就是為了要感謝王真智 在巨人隊的這段期間所做的貢獻 所以說就把1號永久保留 就再也不會給別人使用了 所以陽代岡來到巨人隊之後 他現在的背號是2號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入場 去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日本的東京巨蛋裡面 到底是什麼樣子吧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票啦 今天是這個 樹敵巨人隊版神 這個好像是還滿不錯的位置 這個是我從我朋友那邊 從以前的老師那邊拿來的 非常感謝他 好 那我們就準備進場吧 好 然後巨人隊呢 他這邊的球場裡面 有賣他們的選手便當 選手便當呢 這邊有這個陽代岡 陽代岡的便當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中午要吃這個了 對 雖然不知道好不好吃 而且這個價位超貴的 好啦 那我們就去看看吧 周圍的環境 它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它這個今天的球呢 是2點開始 現在才12點半左右呢 這邊周圍就已經有非常非常多人喔 東京巨蛋 旁邊馬上就有一個海盜船喔 然後外面這邊呢 還有賣很多他們的這種賣店 就你們如果想要買 他們的那種小道具的話呢 這邊都有得買喔 代岡我來了 感覺好像剛剛很熟 大家都認識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到22號的 22號的閘門口 我們就準備進去吧 要準備進場了 進場的時候呢 那這邊會有很多那種 專門在檢查你的行李的人 你就要把你的行李給他們檢查 檢查完之後才能入場喔 好 請問 請問 謝謝 好 準備進場吧 請問 旋轉門… 裡面感覺氣壓不太一樣 耶 我們進來了 我們進來了 謝謝 好多東西 謝謝 好 謝謝 東京巨蛋裡面有很多像這樣子的小設施 還有一些那種賣店之類的 這邊也都有喔 好 我們去那邊買一件陽代岡的衣服吧 他們還有賣超多超多應援的東西喔 好 好 陽代岡的衣服 耶 買到了陽代岡的制服 3800塊 好貴 超貴的 好 馬上穿起來吧 陽代岡的衣服 OK 好 我們穿好了 這個陽代岡的衣服 跟這件日本火腿隊時代的那種 比起來感覺是不是有點不太一樣 便當 今天就決定吃你了 陽代岡便當 OK 今天的比賽就是 巨人隊 板神湖 好 我們就是從這邊進去啦 請進來 請進來 來到了 哇 我們的位置超級好 我們的位置超級好的 哇 東京巨蛋一然無異啊 我們就是坐在這個走道的第一排 看得超清楚的耶 現在板神隊的球員正在練習 這個是正在練習的板神喔 好 我現在已經來到球場裡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人很多 而且現在還是在那個 開打前一個小時左右 開打前一個小時 現在裡面人就已經這麼多了 我們等一下 就是等一下等他們那個巨人隊 來練習的時候呢 我們去前面看看 能不能看到陽代岡 喔 巨人隊在熱身了 在熱身了 看得到陽代岡嗎 喔 看到了 陽代岡在這邊 他在那邊熱身 陽代岡在這裡 陽代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日本的球迷們 雖然就算他們離那個選手很近 他們也不會去叫他們這樣之類的 比賽前的讓選手集中是好事 不過他們還是一樣啦 就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會瘋狂拍照 跟瘋狂錄影 這個是我的 之前的偶像 阿布聖之助 陽代岡走向他的外雷 外野 請問一下 1個260元 はい 310元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今天開始 謝謝 YA 買到可樂了 好 我們來看看 陽代岡的便當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吧 齊陽軒的陽代岡 好 裡面有一筷子跟這個 陽代岡 陽代岡給我們的訊息 說裡面有加了水餃 所以說還滿特別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喔 就是這樣子 裡面有飯啊 想這個應該是牛肉吧 牛肉的那個煮辣 咖啡 感覺滿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茄子跟蝦子 還有這個 就是他說的水餃 還有印有它背號的這個蛋 另外旁邊還有一個燒賣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好 這個就是陽代岡便當喔 有牛肉吧 雖然是冷的 不過還滿好吃的 不知道 東天巨蛋裡面真的什麼都算是滿高價格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從外面買進來是OK的喔 而且大家仔細看 這便當盒上面還有寫 台灣喔 台灣二號陽代岡 好 現在巨人隊的選手們要出場囉 喔 楊代岡 楊代岡 好 這一次楊代岡是第七棒 好 然後再介紹完所有的選手之後 他們等一下巨人隊的加油隊 會把所有選手的選手的應援歌都唱一遍 就是今天的先發的選手們 今年的Giants Fan Festa的入場券 我契約席分為早期申請 通常那種比賽大概是 比如說下午2點 或是晚上6點左右開始 我建議如果是可以的話 請大家就是提早進場 因為你提早進場的話 它這邊有一些那種活動 或者是那種應援歌 你就可以來拼 你就可以先那種感受一下他們的氣氛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日本 看棒球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提早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就先進場 Sarad Sarad 熱情 請進場 選手出場了 Koayashi Sarad Post Kanoto Kokuma Sarad Yakamoto Sa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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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iro Sarad Maiiko Sa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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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mura Pitch Gachava 阿南瑞君 Gachava 歡迎光臨 得分了 巨人隊先得分了 巨人隊 汪菜… 被保重了 巨人隊… 巨人隊… 我來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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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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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沙碗 我來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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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幹了 ур特 羨人隊… 好 好 這裡是東京的佐藤手機 佐藤和佐藤姐姐 沒想到現在那個棒球 居然還有那個判定的機制 我之前千年來看的時候都還沒有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滿特別的 不過能夠得分真的是太棒了 這個真的是太刺激了吧這個 小半看 大集中 大集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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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第七局了 第七局就會有出現這個 Duo Kōngkōmende 就是巨人他們會放他們的對歌 然後全部的 全場的人呢 只要是你是巨人的粉絲 你就會拿起這個毛巾 然後跟他們一起唱歌 真的在這種日本的棒球場 真的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他們那種棒球愛 所以來這邊整個也會不知不覺的被他們感動 好 那我們繼續看球賽吧 是什麼 這個 棒球真的不拿到最後一刻 你真的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啊 啊 這個 棒球真的不拿到最後一刻 你真的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 這個時候就先回家 最後的最後一刻 被逆轉 然後雙殺結束的這場比賽 真的是超可惜的 超可惜 不過打得很精采 這樣真的很精采 就是那種你來我往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棒 來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會場的人 大家看比賽完了開始要擅長 真的好可惜喔 不過真的是一場非常棒的比賽 好啦 那我們就先出去吧 然後現在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巨人的這邊都擅長得差不多啦 然後因為阪神贏了 所以他們這邊都還是人 對 就是因為他們還有那種 這個獲勝了之後會那個 被訪問之類的等等 所以說現在阪神的球迷都還留在現場 好啦 那我們就出去吧 算是非常棒的一場比賽啦 要擅長了 但是因為那個東京巨站 裡面跟外面氣壓不一樣的關係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等一下出去的人 是會有一種被抽出去的感覺 風超大 氣壓的風超超大 氣壓 好 我們現在已經看完比賽出來了 這真的是一場非常非常棒的比賽 真的是那種你來我往的感覺 真的是那種張力非常的大 雖然最後呢 其實差一點點楊帶剛就可以上場了 不過好希望看到楊帶剛贏球啊 對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我來到東京巨蛋的一個 簡單的看棒球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來日本的巨蛋呢 來體驗一下日本的那種野球魂的感覺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像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啊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 難得在日本的一些那種 來看那種野球比賽 棒球比賽一個簡單的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邊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還有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不妨點進去看看 所以大家再見囉 等你喔 楊帶剛好想看你贏球啊